今天来播种快菜 这款快菜它是四季型的 我们从4月1号到10月30号都可以播种 然后像现在夏天温度比较高嘛 生长是比较快的 你播种下去大概20来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 所以呢就是像现在温度高 很多你们的这个瓜果蔬菜 是不是结果能力都大打折扣了 蔬菜吃的也比较少了 那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 种一点这个小白菜来吃一下 因为它长得也比较快嘛 然后像这个快菜的话 我们因为它生长时间很短 20来天就给采收 所以我们底肥一定要给它失足了 你底肥失足之后 一直到采收后这个期间都不用再追肥的 另外的话像这个快菜的话 它可以撒播也可以调播 我今天是来调播啊 我们调播的话 航距控制在15公分 猪距的话你等它出苗后慢慢建苗 最后的定苗猪距是在7公分左右 就是按照它的这个科型来的啊 就是要有这个7公分 至少7公分的距离让它足够的生长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像现在种这个 呃野菜类一定要用遮阳网 防虫网全部给它覆盖上 不然的话虫子吃的会比较多 而且温度太高了会影响它 影响到它生长 所以呢防虫网跟遮阳网一定要准备起来 那现在先来给它拌种啊 就是拨洒的均匀一点 先用细土给它拌一下 这个里面是有一个独立的小包装 看一下 跟那个鸡毛菜一样啊 种子都是小小的 这个一袋是八克的种子 最后长出来还是很多的 大家如果说一次性吃的就是太多了 来不及吃 你可以分批去播种啊 那就是跟土给它拌匀 这样的话因为它后面要有一定的猪黄菊嘛 你稍微给它拨稀一点 你要是拨得太密集 你回头见苗就见掉太多了 到时候又舍不得 好开始整地 整地前先施底肥啊 还是一样的 这个颗粒有机肥 一个平方手抓四把 然后高蛋高甲的复合肥 一个平方手抓一把就可以了 均匀的撒进去啊 让我来看一下 这个颗粒有机肥它是黑色的 大家不要搞错了 然后这个高蛋高甲的复合肥是灰色的 好多人以为我家那个黄色的是高蛋高甲的复合肥 不是的啊 灰色的才是高蛋高甲的复合肥 接下来整地 还是一样要把这个肥料混合到土壤里面去啊 就是把土壤打碎跟肥料充分的混合 然后肥料混合到土壤里面去 你不要把它留在表面 咱们地整好之后啊 先给它开一下小沟 沟开好之后再去浇水 浇完水 然后再播种种子 你一定要先开沟再浇水啊 你不要等这个水浇透了 你再去开沟 到时候土都粘起来了 你开不了了啊 我只开了这三条沟啊 沟之间的这个航距在15公分左右 我是因为 我只开在中间 因为我回头要盖那个防虫网 如果说太靠边上 回头那个植株长大了 会顶住这个防虫网的 所以呢 我就只开在中间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安排一下啊 反正就是 大概的种植方式是这样的 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给这个沟里浇透水啊 一定要在沟里浇 然后给它浇的透透的 水浇透后就可以开始撒种子了啊 好了 这个沟里面的水全部渗下去之后 就可以开始播种了啊 因为我们这个快菜的种子 它是很小的 一定要拌这样的细土来播种 因为它到后期是需要 那个芥苗的 你播的太密了 回头要芥很多 就很可惜就舍不得啊 你就这样撒在这个沟里面就行了 哎呦 可以先这样 先薄撒一层 然后回头 如果说这个 还有多余的 可以再回来撒一遍 这样就才能确保种子更均匀 这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啊 上面再盖一层细土 就是让种子跟土壤接触的更紧密一点 会有利于它出名 这个盖土不用太厚啊 大概0.5到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盖完土之后就不要再浇水了 浇水的话很容易板结的 好了 差不多了 咱们现在来插那个竹弓 盖防虫网再加遮阳网 现在来插一下这个竹弓 有小伙伴问我这个是多长的 我这个是2米的 但是对于我这个宽起面来说有点窄啊 有点短了 所以呢我就种了中间三行 如果说你们的起面 跟我一样比较宽 你就再买长一点 如果起面比较窄的话 可以用这个2米左右 这个防虫网咱们盖着 没 非必要是不打开的 像这个快菜的话需要建苗嘛 那中间可能要打开一下 像昨天种的那个鸡毛菜 全程是不打开的 到采收才打开 只有遮阳网你平时 需要让它晒太阳才打开 防虫网全程不打开 OK 这个这样往这样盖住就好了啊 然后一直等到它出苗之后 就是早上的9点之前 以及下午的5点之后 遮阳网拿开 其他时间遮阳网盖起来 刚有小伙伴问我 为什么说这个遮阳网 现在刚种下去还给它盖起来 因为现在还没出苗 等到出苗之后 晚上给它拿开 知道吗 然后因为底肥失足了 在它一直到采收都不用在施肥的 只管浇水 浇水的话 在这个往外面 傍晚去浇啊 你可以遮阳网遮开 在那个防虫网外面浇就行了 防虫网不要打开 那就这样啊 其他的 等它出苗后 再给大家拍视频 那就先这样啦 拜拜